大家好,我們是挖家 你家有沒有這種用了幾十年的超難用活動櫃 有點醜有點舊的模樣 居然也可以變身成北歐風小邊桌 舊櫃百元改造計畫 到底發生了什麼奇蹟 趕快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還沒壞但已經看膩的家具 我們可以花錢買新的 也可以動手改造 將家具變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除了省錢之外 讓舊物重生的成就感 會讓物品具有更獨特的意義喔 這是老舊櫥櫃最初的模樣 支架是常見的鋁合金材質 比較詭異的是 原本的門片黃黃舊舊的 這種顏色看起來很不討喜 因此我們以最百搭的北歐風格來改造 白色加木紋就是最經典耐看的組合 改造步驟分別是 1.油漆刷白 2.表面貼皮 3.貼馬賽克磚 目標是花費1000元 鬥工時間控制在5小時以內 準備好了嗎? 開始吧 第一步我們要用油漆將支架改色 使用到的工具有 水性調合漆 遮蔽膠帶 刷具等 油漆建議直接到家裡附近的油漆行採買 價格比較便宜 還有專業店員可以現場詢問 像這間油漆行就是清液電腦調色中心 擁有調色機其專業調色師傅 可以現場依據所選色卡 調出你心中想要的顏色 這次我們使用的是德利水性調合機 顏色選擇百合白 一桶一公升的是380元 比網路售價便宜許多 因為塗抹面積有大有小 油漆刷我們挑選尺寸適中的 遮蔽膠帶主要是用來區隔油漆邊界 也是必備的工具哦 工具都準備好了 上期前記得先將櫃子表面清潔乾淨 接著用遮蔽膠帶將層板邊緣貼住 以免不小心塗到油漆 先加水稀釋油漆 比例為10比1 有點稀但還有一點黏性的程度 這樣就OK囉 刷上第一層漆 先刷轉角或接縫處 刷完這些地方後 再回頭補上未刷的大面積區塊 雖然目前看起來很透 沒有蓋掉底色 但我們這次會刷兩層 所以可以先不用著急哦 刷完第一層 耐心等油漆乾 大約一小時 我們再上第二層漆 技巧是塗刷方向一致 維持一定的上漆速度 最後再等一小時後 第二道油漆也乾了 這時可以看到支架已經變成很美的白色 自己DIY施工也可以做到這種效果哦 第二步 我們用貼皮將舊橱櫃改造成木紋質感 使用到的工具有 波音軟片 塑膠刮刀 美工刀 捲齒 筆 噴水器 洗碗筋 一般人會使用常見的壁貼來改造 這次我們選擇了波音軟片來貼 它是早期用在波音科技內的裝飾壁貼 花色眾多 售價約440元一卷 PVC環保材質 就像貼紙一樣有被膠 直接撕開就可以黏 除了防水之外 還具有防油 易於清潔的特性 而且厚度較厚 硬度較高 較耐磨 表面木紋是立體壓紋 整體質感很好 改造過程很簡單 首先將貼皮區域量好尺寸 大面積裁下貼片 黏貼時的小技巧是 使用洗碗筋調和水先噴濕表面 如果沒貼好還可以即時撕開 不會破壞貼片 所以我們先將噴水器裝水 裡面加幾滴洗碗筋 均勻搖晃噴水器 再要黏著表面平均噴水 不撕背膠 先用刮刀將要黏貼的範圍壓出雏形 再減掉多餘的貼片 盡量預留5公分以免漏白 先黏住一角固定 邊貼邊用刮刀擠出氣泡 同步慢慢撕開背膠 貼好之後 用刮刀確認邊緣黏起 再把多餘的貼片割除 如果有氣泡可用針刺破 再將空氣擠出撫平即可 讓我們看看完成後的模樣 近看木紋也很真實 已經完全認不出原本舅舅黃黃的模樣 整個質感爆棚 最後因為想要當作小邊桌使用 我們使用馬賽克磚 將最上面的層板變成小吧台 在北歐風中加入一點鄉村風元素 以往馬賽克磚DIY 只能用塗髮鏈鋼的方式 一小塊一小塊慢慢貼 現在有這種背膠式的馬賽克磚貼 不僅省時省力也很美觀 我們量好要用到的尺寸 裁切馬賽克磚貼 接縫處是PVC材質 可用剪刀輕鬆裁剪 撕開背膠貼上去 非常輕鬆簡單就完成了 油漆刷白貼上波音貼皮 再搭配可愛的馬賽克磚 這次改造花費如圖 詳細看的朋友可以按暫停哦 油漆花了4小時 貼皮則花了1小時 總花費1000元左右 只需要一點點耐心跟時間 就能將原先舅舅的活動櫃 改造成北歐風小邊桌 看書喝茶都方便 也可以當作廚房檯面的延伸 馬賽克磚貼不僅防水 還可以輕鬆擦拭髒污 此外還可以放在陽台作為花架 看到重生的舊家具 是不是有滿滿的成就感呢 最後快速跟大家說明一下 油漆的分類及特性 油漆不只可以使用在牆面 利用不同漆料的特性 還可以塗在鐵櫃表面 大原則可分為水性漆、油性漆 以清水作為稀釋劑的是水性漆 油性漆則是以有機溶劑作為稀釋劑 油性漆味道較強烈 漆內物質不斷揮發 對人體有一定的危害 在塗刷技巧及調和比例上也稍微困難 建議請專業的師傅來施工比較好 通常都使用在室外區域 水性漆只要用水就可以調和稀釋 幾乎沒有味道 使用方便可自己DIY塗刷 沒用完的油漆也比較好保存 只要封好放在陰涼處即可 是室內塗料首選 另外依照使用範圍不同 可分為水泥漆、乳膠漆、調和漆 水泥漆價格便宜 適合用在大面積的牆面天花板上 但漆面呈粉狀不易維護 乳膠漆價格最高但質感細緻 還可以用電腦調色 擁有較佳的防霉抗菌效果 調和漆價格普通 主要應用在木材、金屬製品上 耐風吹、雨淋可防止水漆進入 我們這次的舊廚櫃改造就是使用水性調和器唷 看完影片你是不是也收養 想改造自駕的活動櫃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